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香港市民的觉醒 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 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 再不会回头 李宗 香港觉醒筆录了李宗于2019年的正论文章 既有历史时局的分析 却不留冰冷 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 也不失睿子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读着夹罪夹矣的时论文章 仿如置身运动之中 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优戚与共 同时能众观大局 不迷失于旁之末节 李宗新书香港觉醒 已经有现货发售了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20元 多谢大家 6月22日本土最前线有祖利安 有肥鸵在那里 雙爷不知道做什么事就今天休一天 所以他又不在那里 镜头外边有我朋友 阿謝sir 大家好 阿謝sir只是答案而已 现在叫阿sir很小心 不是黑警那种阿sir 是教书老师教书先生 之前也出现过的 借沙皮的大佬 是借沙皮的大佬 借沙皮的大佬 借沙皮 是 直接来啦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声sorry 就是因为家里有些白事 所以上个星期暂停一集 在这里也要先道歉 因为好选不选呢 家里人就选了下个星期一 就要去有些仪式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要跟大家说一声sorry 我应该会 今次会找到一些人去 去帮帮肥鸵 尽量啦 那麻烦你做好些准备啦 哦 可以A-sport 可以在你那里 想要什么题 想我代理而说 我以为你说 要什么女儿 好不要紧 我情商呀 这里先道歉先 下个星期 我又是 不会在这里 所以就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不好意思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sorry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借小公共时间 说小私人事 其实都不是私人的了 都杀到来的 和大家都开始有关系 那我几个Facebook的account 都因爲近期得罪了一些 中共的走狗 走狗 那些奴才 那些神棍 那些奴才 就是黏着中共统战部的神棍 被我踢爆了 它是确语乃至的奴才 诚语 我不懂 他说给大家 在哪里 你记得买英文那只USB 就会黄色很多了 这个是 倫文才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 因爲這些混蛋不加產 就追著我的Facebook的帳戶來報告 亦都因爲Facebook很厲害 即每逢一多人去 尤其是他自己的人去報告的時候 他說不問原由可以刪除你的 不是不問原由 真的不問原由 他不給你報告給我的 就不是刪除就刪除了 總之我就出不了 按聲 出不了問 大家傳給我的訊息 我只是看到 但回覆不了 亦都不能給任何like 做反應 就證明你是知名人士 所以這陣子 我肯徹地 呼籲大家 麻煩開Mewi Mewi Mewi.com 是什麽來的呢 就是一個 暫時來說是第二大 可以 有機會取代Facebook的一個社交平台 那爲什麽我會推薦它的原因 就是因爲我在上面 講幾多次 黃蟲 共匪 芝拿人 總之我是不會被人禁止的 說事實被人朋友也很有問題 那爲什麽真的是黃蟲來的 就是這個app Mewi 那你記得裝 裝了之後你可以Add我 可以 SoSo 沒有講過 是這樣的一款 他講到明是不會把大家的個人私隱 就賣給任何人 就是他公開地這樣說 那我當他有口齒 應該都信得過的 還有可以用最好最開心的那件事 就是他可以用一個voice message 來去覆人家的帖文 舉個例子 譬如肥鵬 他Post了一些傻子的東西 在Mewi 那裏 那你知人士在街上一抽二嫩 又很難吵他老母 但是有很迫切的需要 但是有很迫切的需要 要插一插 不吵不舒服 所以你裝Mewi的時候 你就可以 唱所欲言 你就可以comment 按comment 它有一個咪 這個咪這樣的符號 按出來 不用的 看不到的 那你按住它 我丟了你肥鵬 你把腳 你可以省下 不用打嘛 還有別人一聽 就知道你 就知道你當時 那個 那個intensity 去到什麼程度 intensity的中文是什麼 intensity 我想是那個迫切 迫切和很激的程度 激烈的程度 去到什麼程度 就是災難級的機率程度 最重要就是 不吵不快 最重要就是 最重要就是 很重要 這個事情 對 還有Facebook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 連中我們都收不少 那些大波妹的 friend request 按出來 擺出來 一看就知道 是Tut 那些 芝拿雞的照片 可能 有很多阿伯妹的 可能真的是芝拿雞 我不知道 也不管 總之 有興趣一起造愛 一定是這樣的 你以前中過一些 假裝軍 假裝美軍 假裝美軍 也有 Jesri 有不少港女 已經中過這些 說是美軍軍官 不是你借錢的 這些十級網級 Facebook永遠對這些帳戶是非常包容的 包庇、縱容 包庇、縱容 因為他們似乎是沒有違規 但是這些才是無恥的 當然,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人 走出來認識別人老母的人 偏偏我們經常被人禁止 傳聞呢,in charge of 亞洲那個呢 陳樹嘛 那你也知道 你都爆了名,我也不想爆名 陳樹,小心後來那幾年 我奏救你之後 一定有做口 我告訴你 一定有做口 在肚子裡賴屎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好事多為 這些私人事我講完了 講了不知幾多分鐘 現在我們講回正題 今天的正題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 上個星期沒有講 絕對應該講中印邊境的衝突 哇,精彩了 如果夠時間的話 就可能講什麼大國勃起 中共叫香港某些大銀行跪下 那些什麼 的東西 如果再夠時間的話 可能講澳洲被人國家級的黑客攻擊 雖然這些都不是新聞 但是相對於這些題目 更加有趣 可能是肥棒找到的東西 你是不是找到一些東西 你是不是 AOC嘛 AOC 那誰是AOC 又不要假定別人疼 AOC就是 為留待 下一節 等下一節 留待 到你的時間 多麼美女 馬明是女 其實已經講過她 我們會講這幾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 第一件事先 中印的邊境 這個衝突 導致到真的有軍人死亡 龍象之戰 什麼之戰 龍象 龍 龍嘛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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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我一時間找不到 龍象之戰 龍象之戰 四大文化 來了 另一個就是蛇 一個圖騰 是 是籃籠 他說自己是 獨射一條在這裡 獨射 不知道什麼是獨射 去西九看一看就知道了 全部出口 那條港豬號 這些是很明顯的 這個衝突當中 有最新的數字 據聞在印度那邊 有二十個士兵 身亡 但我一聽到牧迪說 你不會有辦法犧牲的 馬上想起自護 那些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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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問我氣勢 我覺得有點伏 還是不是這件事 不是不是 你說的情境是比較無可奈何的 因為他沒有穿進大氣圈的裝置 不停笑 哎好熱啊 不好意思 抓鼓是沒有穿進大氣圈的裝置 但你的死是不會發揮 為何想到這些 為何想到這些 其實印度那方面 更新了一個數字 在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晚的邊境衝突 和中共人民解放軍 打完拳頭膠 其實不是拳頭膠 狼牙棒出賣 就有這樣的情況 我開了0.00的圖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in case 有些人沒看過這個新聞 這個負爭議性的印度 巴基斯坦 本來印度巴基斯坦的邊境已經夠煩了 自從甘地玩完絕食 然後分開兩邊人之後 現在加多了中共 和西藏的問題 在哈薩米爾那裡 那裡就成為衝突的中心點 我先出來 最初就是講說 印度軍隊方面 最初我們知道的時候 就以為是三個 就以為是三個 確實那個地方就是 這個叫做 Galwan Valley Galwan Valley 就是這個加勒曼河谷的一個地方 最新數字就是20人 印度那方面就很肯定說了 就是沒有開過槍的 因為他們在那裡就說明 是有協議的 大家不可以用一個彈套的 不能用一彈套的 不能用炸陽 不能用有熱兵器 那所以 那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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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刃引遮飛鏢 應該行的 其實 射箭也行的 現在有Rambo 所以 印度那方面就很肯定 沒有開過槍 最初的說法就是有中共那方面的士兵向著他們釘石頭 為什麼要釘石頭呢?然後就來了 其實當時的環境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是一個攝氏零下的N度很冷的環境 那天打著零下23度 對,很冷的 因為是一個高海拔高海拔高海拔的地方 你知道在高海拔的地方吵一口氣也比較辛苦 打頂紅高山靜 對,高山靜真的 打一拳也很辛苦 你不要說追人打 陷阱量少 之後引渡就多了17個陣亡的士兵 這個加勒曼河谷就是在拉托的地區 這是一個世界上基本上最崎嶇、最荒蕪的山地之一 海拔,我們說高海拔有多高呢? 3千到7千米 跟青藏高原差不多 就是青藏高原那個level 就是那個level 大部分都是人煙極度稀少的高地 沒有什麼人住 但是那裡都有幾十個喇嘛在那裡住的 據我所知 200里外有印度的村莊 如果說近的根本就是印度的邊境 是一個叫天不敷、叫地不民的地方 在這裏印度的士兵是很克制的 如果他在那裏除褲的時候 基本上一除褲的時候 你知道印度人,印度人會身長縮短 如果在那些時候 這個中共人民解放軍 就算在那裏就嚇破喉嚨 都不會有人來幫他 幸好印度人就沒有做這樣的事 近來牽著你的手那些 那裏有多山 有短短的背 就是幸好他們沒有做這樣的事 李昏要回去拿個採一下景 波利活到採景 拍個續集也不錯 這個段貝山續集 在這個星期一發生衝突的時候 基本上是自從1975年 對上一次有這類事件的時候 應該是1975年 45年前 45年前 基本上老了過我 那裏原本就是一個叫印度聯邦的屬地 印度控制的克薩米爾地區一部份 跟中共的邊境領土的爭議 那裏呢 既然說那裏有爭議 雖然那裏人很少 那裏就基於那裏那裏的人說什麼語言 你就大概知道他是那裏的人 我所知的歷史就是 巴基斯坦的時候就比了中國 就是上面那裏 有很多的 滿清的時候有些什麼朝貢 那些老土的東西 那裏其實人人稀少 你說是你又可以 是他又可以 都沒有人插到旗的那裏 那裏就有些寺院在裏 那裏也有密切的關係 那裏應該是西藏 應該是西藏 那裏是西藏國的 但是呢 你知道中共 中共就覺得西藏是他們的 從來都是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那威尼斯也是我們的 萬聖公主一扮 威尼斯也是他 威尼斯也是我們的 那真的在賤錢 於是這個環球時報就有個記者 環球交報 胡展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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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Nelson在那裏 我看不到她的頭 因為Nelson走出來 走出來 是回來 我們出001的篇圖 於是環球交報就有個女兒 就出來說 黃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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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www. 三滑王 出來說一些事情 他一開始有事 之後懶惰是第一手資料 就在那裏說 首先就是扮受害人 他的英文都錯 人家很專業的 記者 中國是SINA 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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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SINO 我的英文都錯了 都看到她在那裏 就是 這些專業記者 他就說 一出事之後 第一時間搶著 就扮殺人 就說 很可憐 我們的人民 假放軍 你升了五個 傷了十一個 哎呀 你好可憐 於是有七千多個資料人 就好想支持她 當時的 但是後來他都知道是 說錯話 是說錯話的 我們出002的篇圖 麻煩你 在那裏嗎 Nelson 在那裏 他時候就補鑊 他就說 我只不過是引述 這個是印度 哈哈哈哈 Scientist Indian source 即是你說到 又說要砌別人 又這件事 又那件事 你老闆 你去引述這個印度 印度的媒體的資訊 下一句更經典 即是中美日後開展的時候 引述美國的CBS 哈哈 都ok 他知道自己的東西信不過 人家的東西都不會太差 他都信不得到自己 對 那些精神崩潰 那些精神分裂 人在美國 心在中國 這些就是唐人街吃 在那裏取雲吞麵 什麼雲吞麵 我們吃的雲吞麵 他們不是的 知道嗎 饅頭包 饅頭包 然後拿著紅旗出來 那些 又說未確認 為什麼 因為 一提到傷亡數字 就很敏感 你連中共自己 這個口交部都未出聲 緊爽他去了哪裏 我不想知道他 退休了 被人收了他皮 阿春還在 阿春和立堅 阿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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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爽又春又立堅 嘩 真是 全部都是壯陽系 全部都是尿 情何以堪 這個國家 你說出來 春 阿爽死了 阿爽死了 就是這樣 引述別人的 他引述別人 又說別人 Unprofessional for Indian Media 那你又引述別人的 阿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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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怎樣 你引述別人 你又要說別人 不professional 那你又要說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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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拿來 那你先出來 那當然 那你為何要開拖呢 那原因 每個人都說 就是 趙立堅 趙立堅 東國的口交部 因為印度的士兵在邊境挑釁中國的人民解放軍 所以就打起來 其實你要知道一件事 中共人共匪是很容易被人挑釁的 基本上你的存在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挑釁 你吃咖喱也可以得罪他 為什麼你不吃饅頭飯 你在他面前呼吸空氣 你為什麼師傅說我的空氣 你自古以來都是我們的空氣 可以這樣 在這裡說廢話 又說他們如何遵守國際條約 如何克制 國際就是在他們那裡叫國際 他的國際就是他們的支難場內 就叫他們的國際 但是在印度方面的說法 在新德里的電視台 有一些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就說 整件事開始就是因為中共那邊有些士兵 撿起了一些石頭 就扔夠一個印度的軍官 那時候說是扔石仔戰先 是誰 可能我們看的新聞就沒有怎樣說 是誰聲聲名碎 只是知道是扔石頭 我們出003的圖 那就扔中誰呢 你一看他的樣子就沒有殺傷力 像個菩薩一樣 你一看他的樣子就沒有殺傷力 那些是欺善怕惡的 他去找石仔扔他 當然可能不是普通石仔 我不知道 村頭 那飛石打仗這些 就是宋朝的時候已經有這種事 是國水來的 曾經是 那這位人兄 叫做 B. Santos Babu B. Santos Babu 那些人兄弟會怎樣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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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扔上教 除非是上教 說沒事 他扔了他就躺在他 那些人兄弟會怎樣 那誰挑釁誰呢 總之發生了這件事 他被人扔完 還要拔一餐 衛國圈區真的死了 這個上教真的死了 我們出004的圖 這個就不是黑人台的棺材 這個是印度人的棺材 真的 他真的打架死了 這個就很慘 那他的遺體就送去這個 黑金帕空軍基地 就叫做Hackimpact的空軍基地 就當地 在星期三的 上星期三的 當地的高官 當地的高級將 即印度的高級將領 當時都有去迎接他回來 還有就以這個軍方最高的規格 就幫他居行了那個喪禮 那他就有一個遺箱 和兩個小孩 這件事真的很慘 我們出005個張圖 麻煩你 這個就是英國 軍官傳回來的圖片 即是他們發生完這個 其實是蟹鬥 一定是蟹鬥 就找到這一閘 你看到這一閘 就是很多條 很多條的鐵通 鐵通上面是 鐵釘 其實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Maze 甚至乎龍牙棒那類的 你還要生手釘 你還要 中了就做大禍 破傷風 中大禍 即是印度那方面 有一些防務的專家 就說你在這些時候 你用上這樣的武器 這簡直就是barbarism 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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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未能開發 無法文化的人 才會做這些事 至少他們是barbarian 是animal 我們一直都說他們 黃蟲 總之就是 Lucas 1996年開始 已經有一個協議 在旦凡有這樣的衝突 這兩個國家都不可以用火器 火器 還有這個explosive 火藥 因為淺火是山區 你可能會trigger到 不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會不會倒雪崩 倒雪崩 震一震的雪崩 那些什麼 大家都沒有好處 所以大家都沒有做 這個圖片 很多人都不知道 當它放了上去Twitter 其實很多人看Twitter 印度 原本中印邊境發生什麼事 印度人原本是不在乎的 原本 因為你對印度很多人 當然是 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不大 但是一出了這個圖出來 很多人上頭 立即看到很生氣 你說沒有影響 你就給他們把你把你棍 莫迪上頭 莫迪也上頭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當一個國家 會不會向另一個國家 真的開戰 發動戰爭的時候 其實好看它的國民 是不是上下一心 那個justification 大家覺得這件事是合理 是否應該做 沒錯 因為打仗是花很多錢的 是不是 很多人要貢獻 包括他的生活 包括良享 甚至是性命 甚至是整個國家的付出 都是很龐大的 勞動力 所以 你說打不打一場仗 你是好看有沒有民意基礎 很明顯是 高 你現在看到一出了這張圖出來 印度舉國上下 都是很生氣 看到你拿這些東西 去對待我們手邊的士兵 對不對 如果之前拳頭膠 都算了 拳頭膠 扔一下石仔 都算了 你後來分明拿人命 一下子就撥下頭 你還不肯死 你諷刺那件事 其實中國那邊 射得多很多 那個戰略很卑鄙 埋伏的 你激怒印度人 是可以很大件事的 印度人有很多東西 是不聲不聲的 因為那裡很難打 其實印度人和中共解放軍 兩面都不熟那些雪地戰 其實兩面都是不熟的 但是 唯一沒有事 就是那些AK47 但是拿不到上去 又不熟得字 又不熟得字 你拿上去的話 後座力又會掉下崖 其實不太用 所以雪地戰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一個概念 第一節我們先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繼續